今天吃小货要带大家探的店 叫Chiacolo Popolare 是一家现代感十足的意大利餐厅 在从来不缺异域食物的伦敦 自从2019年6月开业以来 火爆的排队盛况在这家店就没有断过 房顶挂满了藤蔓植物 星光吊灯网红气息十足 店内环境首先就击败了众多意大利餐厅 今天吃小货就要带大家尝一尝 这家店的菜品是不是真的如环境一样出众呢 布拉塔乳酪是一道非常开胃的前菜 乳酪里溢出的奶油 铺撒在新鲜的小番茄上 两者混合食用 奶酪的口感和酸爽的番茄 在口腔里水乳浇融 cheese味不会特别腻 是一道满分的开胃小菜 吃小货力推 听起来就带着几分浪漫味道的松露披萨 口味也不一般 细碎的黑松露撒在满满的体丝内线上 饼皮是那种传统炉内烘烤过的感觉 炙起来有一点点像烧饼 第一次去吃的时候简直惊艳 还能卷着吃 刷新了我对披萨的认知 蟹肉一面的面很容易妥在一起 看起来有一点点像橡皮筋 吃起来口感也稍微差强人意 味道说不上来 好在蟹肉还蛮多的 吃小货推荐点他们家的招牌芝士一面 虽然吃到后面会稍微有一点点腻 中规中矩的经典蔬菜沙拉 蔬菜非常新鲜 比较特别的是 里面加上了桃子 甜美又健康 非常特别 提拉米酥是传统的一式甜品了 他们家的提拉米酥非常好吃 不甜不腻 很适合作为饭后甜点 第一款饮品里面放有黄瓜片 喝起来非常清爽 回味甘甜 但是summertime mojito就有一点酒味太重了 喝起来有一些药水的感觉 好了 今天的探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